近期中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 登月阶段任务已启动实施 总的目标是2030年前 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 开展月球科学考察及相关技术试验 突破掌握载人地月往返 月面短期驻留 人机联合探测等关键技术 完成登 巡 踩 沿 回等多重任务 形成独立自主的载人月球探测能力 针对这一目标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在前期关键技术公关和方案论证的基础上 以全面启动部署研制建设工作 包括研制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 也就是长征10号运载火箭 新一代载人飞船 月面着陆器 登月符等飞行产品 新建发射场相关测试发射设施设备等 后续我们将强化科学管理 强化竞争择忧 强化开放合作 扎实推进各项研制建设工作 确保如期实现中国人登陆月球的目标 剩下时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